感恩节市场大跌啊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大盘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大跌是双重性的 第一个是技术上的 等我们说一下 主要是这个消息引发 消息呢 我觉得只是一个引发的机制 这个变异毒株的出现 对吧 对市场造成了很大的恐慌 这个是大家 怎么讲呢 就是说比较突发的一个状况 大家认为呢 这个COVID-19已经受到这个control了 觉得明年的经济可能要恢复了 不像正轨了 就在这个跌过眼的时候 啪 来了这么一个新的变异毒株 这有点这么一个当头一棒的 这么一个意味比较突然 所以说市场呢 没有来得及反应 同时呢 就是节假日成交量比较低 所以说这么 如果有人抛售的话 会造成这个价格大幅的波动 我觉得这是当前发生的事情 你看到消气的话 在十分钟前也不停盖地的出来了 美国已经禁止了 封锁了这个travel 限制了旅行 不是完全封锁 德国已经证实了两例 Omicron的这个case 你看那个vix恐慌指数的话 也一下的降到的woof 这就完全市场恐慌造成的 所以说了解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也不至于那么太恐慌 我觉得下周的之后 尘埃呢稍微落定之后 逐渐的大家对这个变异毒株 有了更多的了解了之后 市场就开始稳定下来 就开始恢复正常了 这个恐慌主要是这个不确定因素造成的 一旦确定了之后 不论是好坏 只要确定了之后 市场就会趋于这个瓶颈 就是我的感觉 好 我们从技术上来讲的话 SPX SPX要从这来开始 一直从这在涨 然后就开始了一波下跌 就大概三浪的一个下跌 在这里建了一个底部 建了一个底部 然后上来了之后 一个标准的再次探镜线 然后就起来了 这个托尼也是精准的把握在这里抄了底 然后这一波呢 有大幅的盈利 包括这个特斯拉也是在这一波大幅的起来了 进入了爆拉的一个阶段 对吧 那就不重复多说了 他起来了之后呢 托尼本来之前认为他到了这个 就是前高的时候呢 应该有一定的回调 但是他并没有回调 直接的一路就涨上去了 你看他直接一路就涨上去了 一直没有像样的回调 这只是一个小回调 然后在这呢就上不去了 在这呢就基本的在这形成了一个盘整 然后目前一个跌下来 所以说托尼认为这个技术上 他也是需要一个盘整了 他如果没有像样的盘整的话 他再这么继续上去 很难有很大的动能再继续上去 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盘整呢 虽然是因为这个毒株引发的 但是也确实它内在内部啊 fundamentally 它是需要这么一个盘整的 而这个盘整具体 它能够到多少啊 咱们来看一下 中期的均线在这里作为一个支撑线 所以说我认为它在这里呢 首先第一个支撑线应该在这里 这大概的点位是4540左右 左右啊一个加点10的范围 在这里如果出现几根k线 像这样的一处k线 大家经常看我的频道 通知频道就知道 如果出现了这么一处k线 就是大概一周的范围 如果在这都站住了 就说明在这就基本落底了 然后就向上的概率就非常大了 就继续向上 但如果他在这里没站住 他就要进一步的 寻求这个长期均线的这个支撑了 这个长期的均线的点位 到了这儿之后 大概是这儿 4500左右 对吧 稍微低一点 所以说就这两个点 这个两个点呢 是比较重要的支撑的这么一个点位 我们就密切观察 现在也是一个上升 大趋势上升中的这么一个正常的回调 现在Tony 是这么认为 当然根据这个走势 到了第一点之后 他怎么走 然后到了第二点 第二个点位 有没有可能继续下探第二个点位 这都是后话 好吧 这就是我的这个sbx分析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ndx纳斯达克 哦 还有一个sbx 你看到这儿没有 这个技术上stochastic呢 它也是一直在高位100左右 然后这回再开始往下调了 对吧 回调 回调到这儿了之后 我们就看到它什么时候能够上来 上来的时候就基本是有上来的这种端逆的时候就基本是见底的信号了 再结合其他的像这种其他的一些指标 比如说RSI到底了之后也是应该有这么一个反弹的时候 我们才能确认它已经到底了 那时候我们在这个不叫抄底了 就继续做多sbxsb500 不过目前来讲的话回调还没有结束 回调还没有充分的下调结束 所有指标都在往下走 包括这个MACD的死查也在往下走 RSI在往下走 stochastic都在往下走 啊 好 下面Tony来分享NDX未来的这么我判断的一个走势 仅逢大家参考啊 NDX呢 现在这么一个形态呢 这边有一个小的新高 这边有一个小的新高 然后呢下来了 他们记住这边的这个点位 同时呢 它下来了之后并没有跌跌破这么这条线 这个点位16000吧 所以说总体的形态 Tony认为它还没有走完 还没有走出来 所以说现在呢不太好判断 啊 雷老师啊 有一个视频在说 它有可能是一个2B的结构 这个呢 也是要提醒注意的 但是就我个人认为的话 这个2B结构 还没有说得到证实 没有证实 我的观点是 如果它这个 在这里怎么怎么走 走到这里了之后 然后不能创新高 形成一个右肩 你看这边是一个左肩啊 这边是一个右肩 这边是Head Left和Right 两个收的 这样的话 如果在这里不能够上去 如果它不能够上去 而且直接的下来了话 而且跌破了这个16000直接下来 这时候我们就要引起注意了 这就是一个小的头肩顶 然后跌破了之后 就有可能引发一个比较大的跌 至少它会跌到这个长期均线 长期均线守不住的话 到时候就是那就是崩盘了 长期均线现在目前啊 NDX每次都守住 每次都守住 还没有没守住过的 所以说如果跌破了长期均线的话 那就是崩盘了 那是后话 图拉一下我们那个时间范围看长一点 你看到没有 这个拿斯达克一直在沿着长期均线的往上走 45度角的 这个大概45度角 每次下探到这个长期均线的时候 无一例外全部守住 这边就是还没有跌破 这边也没有跌破 基本下探吧 你看这么多点位全部守住 只要它守住 长期均线守住 就是还是一个上涨 中长线还是一个上涨 如果跌破了 那时候如果出现了这个均线的这种交叉和拐头的时候 我们再来说大盘这个见顶啊 或者崩盘这个事情 之前都不要提这些事情 如果提的话 那要不就是 那就是外行 就说这回的话 拿斯达克是相对比较强势的 在这三个指数里 四个指数里吧 包括小盘股的话 四个指数里头 这个拿斯达克指数是相对比较强劲的 大盘股像大蓝筹现在涨得比较凶 而且我觉得还有 还有一波涨 像苹果呀 亚马逊之类的 都还没起来呢 所以拿斯拉达克来讲的话 咱们来看一下其他的推演 这条线啊 能不能周一就守住 这边出了红点 然后就守住 然后直接上上探这个16400 然后再怎么走 托尼刚才说的 对吧 如果下跌跌破了之后 那就要注意了 如果继续上去 那就没什么好担忧的 但是大概率我觉得 这个中期均线的支撑也是蛮好的 如果他跌到了这儿 到了中期均线 在这盘整盘整 然后再上去 这时候也是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走势 回调充分了之后继续上行 跟SPX一样 这点他守不住的话 他就直接到200地区均线 守住到了这儿 然后继续上行 这都是基本大概率的两个走势 这两个点位 我来看一下 这边大概是15630 第一条支撑 第二条支撑长期均线的 大概在15370 这个上下总有这么一个误差的 大家在这个 这是一个范围 大家仅供参考就行了 好 谢谢观看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点赞 我们下回再见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